这一节的推播话题就要来跟你聊聊 台北居真的大不易吗 又或者说游子出外打拼要租房子 真的很辛苦 不过现在租屋组的电费新制 已经要上路了 时间就在明天 也就是7月15号要正式上路 那么新制的内容有哪些呢 包括了其实电费要用平均电费 来乘上度数来计算 这个是要要求房东 应该要这么来算电费的 那么平均电费现在算下来 大概是3块钱左右 可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 其实在外面租房子 很多时候电费都是由房东来漫天喊价 怎么说啊 其实包括了一般的月份来说 像10到5月 他可能会用1度5块钱来跟你算 那么到了夏季用电比较涨的时候呢 6到9月他可能就会用1度6块钱来跟你算 等于说房东自己怎么喊你都要接受 因为现在整个租屋市场就是供大于求 所以现在呢 如果改为这个租屋的新制的话呢 那如果房东你被抓到 没有按照电费新制来实施 那么最终可能会罚你30万 可是我们要来回归到现在在新北市的话呢 其实现在总共有30万的租屋 但是实际上有10万的租户 可是如果去登记的就只有6万5千户 换句话说就是有剩下3万5千户的黑户 那么这一些黑户的政府要怎么查 他就没有办法查 除非房客来向政府检举房东 否则他就没有人知道这个房东到底有没有按照这个电费的新制来实施 不过现在要开始实施这个电费的新制 对于房东跟房客来说或许都是各有优缺 又或者说其实大部分都是比较悲观的 从房东的角度来说 他们认为啊过去这个房租如果跟行情一样 那可能会租不出去 所以过去他们会用降低房租 可是这个差额呢 他们就会从电费来另外收取 可是现在如果说新制来实施的话一下就要被检举 那我干脆把房租回归到原本的规定来收费就好 换句话说 未来租金恐怕会再提高了 可是对于房客来说呢 他说现在的租市场是虚大于工 其实需求很多 可是供给的量真的很少 所以一旦我如果要求房东按照新制来收费 那我如果被要求搬离的话 我岂不是吃力不讨好吗 毕竟我还要再找找其他的地方 其实真的很麻烦 那干脆就让房东来喊价吧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整个租屋市场 租客真的是非常弱势的 所以现在租屋组在外面租屋 大部分都会遇到了三大纠纷 第一个就是租金没有办法报税 它占了超过一半有57.6% 那么第二个呢是户籍没有办法迁入 可能就占了15.4% 第三个真的很惨 有些人可能在比较乡下的地方 真的会遇到比较任意的来涨租 又或者是说竞争很激烈的地方 所以以上三点都是租屋组很容易遇到的三大纠纷 所以种种的看下来租屋组其实真的是很弱势的 那么现在租屋组遇到了这些弱势的话 其实他们会倾向的想要来租这个社会住宅 第一个他们觉得租金当然比市价便宜 这个是最最主要的理由 其中就占了76% 第二个他们觉得离工作的地点近 可是其实也很难说 毕竟现在设宅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的 那么另外呢 他们觉得这个是政府出租的设宅 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一点点 可是纵观整个租屋的条件来说 其实真的是功大于求 也因此我们现在要说啊 租屋正义其实都还是漫漫长路 所以其实现在就算整个用电的心智上路 对于房客来说或许也是很悲观 毕竟就怕房东不出租那该怎么办呢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话题